其实刚刚进行完的一审的诉讼 完全是基于舅舅对法律的一个理解 以及对自己的一个信任 以及对其他法律人的一种不信任 而走了一条弯路 这第一 一定要请专业的人给你一些建议和咨询 第二 建于刚才霍律师分析的 想撤销合同 其实这个暗游你们选择错误 其实这个一审的结果 已经证实了这样的一个论点 就是主体上 以及如何能够行使撤销权的一些实质性要件 其实你们都不具备 我们暂时先分析不到证据是否是充足 你知道吗 如果你暗游选择错了 必败无疑 那么接下来 如果让我们给您建议的话 可能你们要再进行诉讼 我就建议您变更一个暗游 因为在这个案件里面的逻辑上 你们首先要打破一个逻辑的一个线路 什么逻辑线路呢 就是姑姑家以及表哥家履行了绝大部分的义务 所以房子可能是他的父亲愿意自愿地授予给他 这个是呈现给所有人 我们能够就是用普通人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 可能能理解到的一点 如果你想打接下来这个诉讼 想把这个合同给推翻 你至少要有能力把这样的一个逻辑线给打碎 你想想怎么能把这个逻辑线打碎 只有打碎这个逻辑 那么它没有事实基础 那么法律依据也就会变得薄弱 合同法明确规定 签署合同 履行合同 需要表达合同签订人真实的意思表达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点 就是孩子的父亲当时在签约的时候 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他的意思是否清晰 他有没有能力到房管局去办理登记 去签署那么多文件 这是你们证明的核心点 只有你的逻辑建立好 你的事实能站住 你的证据能支撑 新的逻辑就会产生 否则那就是原来的样子 听明白了吗 对你有帮助吗 很有帮助 非常感谢律师 我要给你们说一下的是 截止到现在 无论是从情理 法理 道理 我们综合分析 我认为截止到现在 你们家的这个 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最好的路不是诉诉 是条件 道理很简单 您有胜算把握吗 我想不见得有 对吗 这是第一 第二 孩子的孤独以及表哥 无论说你们认为 他基于了什么样的目的 他确实实实在在地 照顾了他的爸 这是事情 人应该敢 如果今天我们反目成仇 即使房子要来 我们也要去考虑一下 别人怎么看 我话说到这里 希望各位能够三思而后行 谢谢 速送路径 只是告诉我们的是方法 但今天这期个案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 通过你们的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很多的老百姓 在生活当中 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又出现了 偏差和意外呢 这是我们中国人 骨子里的一些理念的问题 但现在 当今这样的一个 多元化的社会 已经打破了很多 固有的一些 成就的观念和规则了 我们如何去重新构架关系 重新去认知关系 这是我们每个人 都要思考的问题 我也希望小伙子 在通过这些节目之后 能够真的 像一个三十而立的 小伙子一样立起来 这是你的事 不是你妈妈 也不是你纠结的事 明白吗 好 非常感谢 现场观众朋友 以及感谢电影机前的 观众朋友们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